各位歡迎收看有線新聞 我是梁柱麗 虛擬資產交易平台JPEX案 超過2000人報案 涉及13億 至今一共有11人被捕 據了解 警方指使電訊箱 封鎖JPEX網站和手機應用程式 而JPEX提出持份者分紅方案 要求用戶公投 蘇敬華不達 我們早上用手機流動數據 嘗試進入JPEX網站 1010網絡顯示無法瀏覽 數碼通都一樣 據了解警方向大型電訊箱發指示 封鎖JPEX網站以及手機應用程式 JPEX最新公告說 電訊服務供應商應證監會的要求 封鎖手機應用程式和官方網站 暴露證監會對JPEX的偏見和不公平對待 強調一直努力遵守各地區的法規 不斷更新產品 期望能與證監會理性溝通 又說受事件影響 想與JPEX合作的第三方造市商 惡意鎖定資金 導致前所未有的困境 提出交由用戶公投推行 DAO持份者分紅方案 平台會對外發貨 49%DAO持份者分紅 相等於大約4億泰大幣 現有用戶可以將存放在JPEX的資產 1比1兌換分紅 但要等兩年才可以將分紅 100%兌換為等值的泰大幣 如果要即時兌換 1萬個持份者分紅只能換到100個泰大幣 同樣的分紅額如果一年後才兌換 就換到3000個泰大幣 用戶可以在星期四參與公投 決定是否執行方案 JPEX重新面對打壓和不公平對待 用戶仍可以連結VPN 登入手機應用程式或網頁 平台在公投得出結果前 會遇上運作 包括提供所有交易買賣 繼續下調提幣手續費 並且敦促專責小組加快速度協助平台用戶 JPEX在香港未註冊 但在澳洲就有取得牌照登記的公司 我們翻查澳洲證券與投資委員會的網站 發現這間公司的董事 星期二已經申請自願撤銷公司註冊 在澳洲申請撤銷註冊要符合六項條件 包括公司全體人員同意撤銷 沒有營運 資產價值少過1000澳元 已經繳付所有款項 沒有未償還的債務和不涉及任何法律訴訟 文件已經聲明符合所有條件 有線新聞蘇敬華報導 比樂中英文幼稚園 被教育局剔出幼稚園教育計劃 負責人涉嫌偽造文件被捕 有家長憂慮 學校結業安排轉校 學方貼出聲明 說近日信息有誤導 杯嚴證更進 王家進步 幼稚園教職員如常開門 學生陸續回到學校 純粹比樂中英文幼稚園 財政等未達到教育局滿意水平 上個月被撤銷幼稚園教育計劃資格 他們收到我們那些錢 煩又吃得不好 茶店 講了是有個汁的 天天都是喝水 安排要求學校退回書簿費 因為他收到錢都沒有派過書 你知不知道嗎 3,980元好像 警方近日又以涉嫌偽造文件 拘捕了一個66歲姓張的女人 消息說是被樂幼稚園負責人 曾經修改一封轉發給家長的公銜 校方在校門將貼聲明 說近日有未明確和誤導的訊息 會嚴正跟進 保留追究權利 沒有說被抓 他只是說校長很忙 又有移民 又換校長 被財政混亂 現在真是擔心 真是很害怕 因為我們高班很難轉校 現在 書又未派得完 怎麼搞 教育局已經提醒學校 要向家長講明 8月中之後取錄的生生 要支付全額學費 家長有需要可以向當局查詢 有線新聞 王家俊報導 聯儲局一如預期 維持利率不變 但暗示今年之內 仍然有機會加息一次 主席鮑威爾說 會保持利率具限制性 經濟軟著陸 是局內首要目標 吳吻方伯 雖然近期油價上升 令到通脹反彈 但聯儲局一如預期 維持利率不變 將聯邦基金利率維持 在5.25至5.5里的22年高位 是局方今年第二次暫停加息 聯儲局主席鮑威爾說 在合適的情況下 會進一步加息 而且會將利率維持在限制性水平 現實的利率率 現在是正在 主席鮑威爾的主席鮑威爾 但我們是關心的 不確定 在正確地測試政策 我們準備要提升 如果是正確的 我們願意保持政策 保持政策 內海貿商 政府正確認 銷子 發展 點陣圖顯示 12名委員預計 年來還要在加息一次 7人傾向維持不變 及年來中 比策長 制動與欺 influences 利率預測中何台 分別 美國經濟增長預測 估計將會增長2.1% 物價方面 僚儲局2%的通稅目標 預計要到2026年才能實現 當局對失業率的預測 亦較之前樂觀 預計今年會低過4% 明年和後年的預測 亦調低0.4% 鮑威爾說 經濟軟著陸是局方首要目標 但不能保證 警告有其他因素會影響前景指望 有線新聞吳文芳報道 金管局說 美國聯儲局維持利率不變 港元拆息未來一段時間 可能仍然處於較高水平 金管局說 美國加息週期是否結束 仍然有待確定 高息環境應該維持一段時間 香港金融及貨幣市場運作 繼續維持相信 港元匯率保持穩定 而港元拆息在往後一段時間 可能仍然處於較高水平 市民在作出置業 按揭或其他借貸決定時 應該小心考慮和管理利率風險 金管局會繼續密切監察市場變化 維持貨幣及金融穩定 港元拆息普遍向下 但大部分仍然高企在5里以上 隔夜息跌穿4.8里 與樓岸相關的一個月拆息 連跌兩日至5.23里 兩個星期拆息就升至近5.3里 其他眾長期拆息都回落 看看港股中午收市的表現 恆生指數 中午收市報17,651點 跌234點 半日成交超過423億 期指方面 即月期止報17,649點 跌2887點 10月期止報17,708點 跌292點 成交超過58,000多 恆生貨企指數報38,37點 跌84點 及十大會的港股 騰訊跌6.6 營副基金跌2.4 美團跌3.5 阿里巴巴跌7 恆生中國企業跌8.6 中國移動升7.5 比亞迪跌5.6 小鵬汽車跌4元 兼千銀行跌2毫 兩仙 快手跌2.05元 其他新聞 國家主席習近平 將會出席杭州亞運開幕式 外交部公布 習近平星期五至星期六 出席亞運開幕式 並且會為到訪的外國領導人 舉行歡迎宴會和雙邊活動 出席開幕式的包括南韓總理洪德珠 敘利亞總統巴薩爾 幹部債國王西哈莫尼等 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 在聯合國安理會提出取消俄羅斯的否決權 否則無法停止戰爭 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反駁說 俄羅斯行使否決權 符合聯合國憲章規定 絕對合法 可榮美不得 澤連斯基批評俄羅斯入侵烏克蘭 違反聯合國憲章 不得使用武力 侵害任何成員國的領土完整 或者政治獨立的規定 又說安理會的否決權是屬於蘇聯 不是現在的俄羅斯 形容俄羅斯在蘇聯瓦解之後 透過幕後操縱非法佔據安理會 常任理事國席位 俄羅斯掌握否決權 只會令聯合國在解決俄羅斯戰士 或者其他糾紛的努力 徒勞無功 敦促成員國支持取消俄羅斯的否決權 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 在澤連斯基發言期間未入場 他反駁說俄羅斯使用的否決權 是聯合國憲章規定的絕對合法工具 自責西方國家在有利自己的情況下 選擇勝地引用憲章 並且嚴重公然干涉烏克蘭內政 他從新俄方不會拒絕談判 如果美國願意 可以命令俄羅斯基 取消禁止與俄羅斯對話的法令 中國副外長馬焦旭就說 烏克蘭危機嚴重影響世界糧食 能源和金融安全 發展中國家首當其衝 相關國家應該停止濫用 單邊制裁和長臂管轄 維護全球生產供應鏈安全平穩運作 有線新聞號微報導 根據1945年簽訂的聯合國憲章 安利會設有五個常任理事國 包括美國、英國、法國、俄羅斯和中國 以及由另外十個成員國組成 只要有一個常任理事國投反對票 就可以否決任何一個決議 多年來都有改革安利會的聲音 包括增加常任理事國 甚至廢除否決權等 不過任何改變都要得到五個常任理事國同意 意味著要取消俄羅斯的否決權 更乎無可能 澤連斯基將會由紐約轉到華盛頓 繼續訪美行程 據報總統拜登計劃宣布 向烏克蘭提供大約3億美元的軍事援助 在紐約出席聯合國大會的美國國務卿布林肯 與烏克蘭官員會面 商討重振烏克蘭經濟 白宮呼籲 國會批准向烏克蘭提供數十億美元的額外支援 發言人阿比表示 如果任由俄羅斯佔領烏克蘭 成本將會比支持烏克蘭更高 澤連斯基在華盛頓期間 將會與拜登見面 並且到國會演說 有須議員支持提供更多軍運 休息回來 杭州亞運全盛期待 特區政府與開TV全力推動亞運熱潮 滲透全港每個角落 聚焦港隊出戰項目 目標是打好一點衝擊獎牌 緊貼亞運最新消息 各界名人為運動員齊心打氣 杭州亞運港隊精英在創佳職 香港很厲害 比賽與觀戰氣氛將會無比熱鬧 杭州亞運全民共賞 回到新聞時間 香港夜紛紛展開 消防署陸續收到戶外市集 或有食肆攤檔的夜市 申請明火煮食 或只要符合消防要求便會批 亦都會配合主辦單位 調配人手 夜晚去巡查 溫貴婷不得 夜奔分焦點活動 是維港兩岸的海濱市集 星光大道的星光夜市 星期五展開 灣仔海濱的懷舊夜市 亦都在下星期舉行 都會設置飲食攤檔 消防署說已經收到一些申請 在戶外明火煮食 只要符合消防規定 就會發出消防安全證書 主辦單位亦都可以隨時聯絡消防署巡查 消防署說會調配人手 盡快處理商戶申請 有飲食業界說明火煮食更加有窩氣 明白會有火警風險 會配合消防規定 希望不要管得太嚴 現在明火給他 究竟那輛收賣車是木頭車 是鐵的車 還是要防火物料 這個位置消防署都希望可以幫幫忙 另外剛才說到油煙和噪音的問題 始終我們夜經濟都希望可以越夜越好 越精彩 究竟晚上如果有噪音 市民投訴 警方或其他執法部門會怎樣處理呢 徐文偉希望政府為業界拆牆鬆綁 吸引多些商戶投入夜市 有線新聞溫桂婷報導 十一國慶林近 零售管理協本說 本地消費市場依然疲弱 預計國慶黃金收 零售業消貨額不會有太大勝負 去年六四 三個人在多區用噴漆 噴上超過二百個六四字眼 判處社會服務令 兩女一男被告都是22歲 分別報稱舞台工人和受課員 涉嫌在去年六四用噴漆 在多區電商、燈柱、麥錶和電商 油箱等碰上二百二十二個六四字眼 被控十二項刑事毀壞罪 三人承認當中八項 裁判官鄉淑嫻判刑時刻說 三個人在多區犯案 加上男被告再犯 但三人認罪同有悔議 加上背景報告良好和正面 判男被告二百小時社會服務令 其餘兩人就一百六十小時 廣州成為第一個一線城市放寬住宅限救 主要城區的本地居民 可以買入最多兩個住宅 分析估計其他一線城市 會陸續仿效放鬆政策 旺堅長 內地多個城市早前已放寬住宅限救 終於輪到一線城市跟進 廣州發布通知將會改善住房限救 和增值稅免稅連閒 市內較為核心的行政區 將會放寬等到本地戶籍居民家庭 最多可以買入兩個住宅 非本地戶籍居民在廣州連續兩年 繳納個人所得稅或支付社會保險 最多可以買入一個住宅 至於番茹、黃埔和花都等地 就會放寬為非限救區域 而全市的二手樓增值稅 免徵期由五年降至兩年 而據研究院指出 廣州作為首個放寬限救的一線城市 可以釋放很強的信號 在一線城市實施認房不認態後 市場開始積極活躍 一線城市有需要帶領全國的城市 改善和調整樓市預期 而據估計其他一線城市 都會做相應的改善措施 但就不會全面放鬆 估計會調整限救區域 進一步放寬非戶籍居民的購買門檻 由廣州市近期的住宅成交來看 大約會理解到放寬政策有多迫切 根據中指研究院的數據顯示 廣州新建商品住宅成交 已經連續四個月效果 而且執行認房不認態之後 今個月頭兩個星期的成交 都只是增加百分之二 未有明顯的增長 有線新聞黃建昌報導 英王查理斯三世訪問法國三日 法國總統馬克龍在海船門 為查理斯抗禮舉行歡迎儀式 英法軍機分別列陣置議 馬克龍夜晚肯返以賽公切國現款待 他支持時表示 即儘管英國已經脫勾 相信兩國將會延續悠久的關係 查理斯用法文致詞 表示英法會團結一致 支持被天災和衝突影響 包括俄烏戰士的弱勢社群 並且共同應對氣候變化 今次是查理斯在位之後首次訪問法國 他原定3月到訪 但法國當時爆發反退休金改革示威 令到行程押喉 美國阿拉巴馬州一名高中樂隊指揮 在球賽之後 他鑽按警員指示 帶學生離場繼續演奏 被警員用電槍制服 他批評警方濫用武力 林鄭葉北斗 根據警方發放片段 這場高中球賽上星期四完結之後 其中一方的樂隊還在演奏 警員上前要求清場 樂隊指揮米舞斯多次叫警員走開 繼續指示學生演奏 說是最後一首樂曲 警員多次警告 如果他不合作就會抓他 球場之後關燈 學生演奏結束 警員在學生面前用三輪電槍 將米舞斯制服 之後將他送院檢查 並起訴他涉嫌行為不檢 滋擾、拘捕 米舞斯獲准報釋 警方重申證調查案件 米舞斯的代表律師批評 警方在事件中濫用武力 認為風氣不可助長 有線新聞林靜儀報導 有線新聞林靜儀報導 林靜儀報導 VC和武術的幕遠形 宣傳檢查案件 押忍、劍擊、籃球、武術等港隊 接近200名運動員 早上出發杭州 代表團團長霍啟江送行 同時公布籃球隊的 姚錦成和武術隊的莫軟營 會成為港隊磁棋手 未經歷過全班機都是運動員 或者是員工或者是記者 所以我覺得這次是第一次 感受到整班運動員的齊心 一起去衝擊亞運 特意上去Youtube看看 東京奧運的磁棋手是怎樣走出場 怎樣去騙那支旗 我看完之後就看得不知旗都很長 好像很重 到今天我見到成哥 我就不怕了 因為他的手臂很大 而第一次參加亞運的曹昇瑜 就說出發之前很緊張 希望在比賽的時候 可以放鬆心情去打好場比賽 可以放鬆一些享受的比賽 我覺得這是比自己想的目標有多遠 上屆港隊拿了八金十八銀二十銅 今屆就派出歷來最龐大 接近一千人的代表團 包括六百名的運動員 有望打破過往獎牌成績 有線新聞劉卓慧報導 到 到 到 感谢观看